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调查案情 警方立马来到了同事小丁的家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方已经初步调查 罚一怀疑死者已经失去过多而身亡 警方将案件列为谋杀案处理 稍后安排件事继续确认 警察封锁了案发现场 带走了一批证物 可是并没有发起凶器 很快 警方就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是警员小丁的妻子 而那具未成型的胎儿 正是他们尚未出世的孩子 令人感到疑惑地说 警方一直没有联系上小丁 他到底去了哪里 他和本案又有着 什么样的联系呢 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察 是谢夫及他的搭档 是老鬼 喂 老鬼 喂 说话 喂 老鬼 谢夫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当他们赶到老鬼家时 欢迎收看黄昏时段的焦点新闻之期 元朗水尾村发生孕妇剖妇谋杀案后 分岭姚山村又发现同类案件 又一名孕妇被剖妇取出胎儿之后死亡 警方相信 两宗案件有关联 列为连环凶杀案处 另外警方在该处的浴室 发现了一名52岁的男人 全身被热除口伤 当初死亡 警察谢夫隐隐地有了一次不祥的预告 小丁很可能已经 这两座谋杀案的受害人 是自己以前同一支队伍的兄弟 凶手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针对警察下手 为了找出凶手 警方封锁了案发附近的公路 调派了大量警员 在所有停下的车辆上进行巡查 谁让你让他走的 一辆车都不去走 谁不得查一次 你站住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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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岐队企图好好的疑犯被逮捕 并带回了警局接受调查 前面 别 刚才干嘛要跑 为什么杀警察 还有一个呢 我不是第一次让你们冤枉 还有一个警察在哪儿 我不是第一次让你们冤枉 你冤枉 警察警察 我突然打到你眼睛 说 以为我让不出你啊 陈杰 开枪 看来 谢夫和陈杰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 谢夫一口咬定 陈杰是两起谋杀案的凶手 绝对事出有因 刚刚收到最新消息 警方设置路障 践踏可疑车辆的时候 拘捕了一名年约23岁的中国籍男子 警方怀疑他与两宗孕妇剖腹案有关 警方表示 该名男子可能患有精神病 作案动机不明 警方稍后会起诉被捕的男子谋杀罪 警方算不明 警方 amber 可真行 份我 警察局里 无论谢夫如何严行 不过死的无劳无功 全局只字不提 这是 你们疯了 把他打成这样 不进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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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出来 出来啊 阿三 肯定是这 是他 局长很生气 他告诉谢夫 现在又有一起同样的命案发生 一名孕妇又被扑服 局长对他们用暴力招供的行为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并要求他们 立刻交出警察的证件 暂时休假 对于这一点 谢夫非常不满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谢夫为何一直把凶手指向陈杰呢 你 你们能干这我知道 别学你们救上司阿杜的那个套 抓人要讲证据的 放你两个星期假 这案子 这案子用不着你了 局长对自己手下的行为 向陈杰表示歉意 但让局长感觉到奇怪的是 警方在查车时 陈杰为何要逃跑呢 警察不是第一次冤枉我了 我能走了吗 原来同类案件再次发生 而警方又没有指控陈杰的任何证据 陈杰会释放 很明显 第三起剖腐案的孕妇 是为了干扰警方的调查自己 剖腐取案 陈杰他和陈杰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不惜亲手 杀死自己的孩子去保护他 陈杰他到底是不是 剖腐案的凶手 陈杰被释放了 血夫却开始着急起来 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不如跟他说清楚 没用的 那老家伙不像杜哥 他不会照顾我们的 血夫预感到会出事 他打电话联系上了 早已退休的上司杜哥 出事了 半年前的事还记得吗 怎么了 那下巴出来了 血夫把最近发生的事情 告诉给了杜哥 老鬼全家死亡 小丁下落不明 血夫清楚 这个冷血的杀手 正是冲着他们来复仇的 并警告杜哥 万事要小心 复仇 半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陈杰曾是一家包子店的小伙计 直到遇见了她 一切因此而改变 这个让陈杰心仪的女生 名叫张颖 她和婆婆相依为命 张颖持弱智 同存人都知道 可是在陈杰的心里 她永远都是那么的完美 喂 刚才说还没熟 那个鸡肉包是我的 不是啊 刚才那个是刚正好的 不好意思 每次陈杰会以送货为由 老爸 我送货 在张颖的学校默默地 寻找着她的身影 阿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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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孙女去哪了 想拐带呀 陈杰每天都会为弱智女生章颖 留一个鸡肉包 然后看着章颖带着纯净的笑容离开 可是 今天章颖为什么没出现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出什么事了 陈杰回到包子破 听见街坊邻居 正在说出此事 陈杰这才知道 原来张颖的婆婆去世 考虑到张颖的特殊性 警察把她接到了 孤儿院生日 陈杰担心张颖 不习惯那里的生活 骑着自行车 找到了张颖 暂时居住的地方 你上去吧 你上去 我推 瓜哥 不要挂念我 婆婆 婆婆 保证身体 婆婆 婆婆 我会独立独输 婆婆 我会照顾张颖的 这一步 陈杰决定 担负其照顾张颖的重任 她认定了 张颖就是她今生所追求的幸福 带回去了 安慰完张颖后 陈杰准备送她回孤儿院 可是张颖却执意要回自己家 张颖家早已被警察给封锁了 张颖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过来 你看看你 满头大汗的 来我家洗澡吧 你那儿没水了 来 我要去客人那儿 你们晚上就在这儿睡吧 张颖啊 你饿不饿 屋子里 就剩下了陈杰 和正在洗澡的张颖 好 我现在开始蒸包子 很快回来 这名男人 误认为张颖 同房主是同行 同事着不正当的职业 你醒来的妞 你不跟我说一声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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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陈杰带着张颖来到了警察局报案 两个人被分开录口供 负责审问张颖的警察 正是谢夫和老鬼 而审问陈杰的警察是小丁 张颖害怕地讲述着刚刚发生的遗弃 当张颖描述出疑犯右手 闻了一颗黑星的特征时 众警员煞事呆住 怎么了 他不是夜里循环的流浪汉 而是警局这支警队里的队长 杜哥 妈的给我盯着你小子 杜哥 干吗 杜哥并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反而觉得自己的行为本来就是正当的交易 令杜哥生气的是 自己给了钱 不但没有碰到张颖 反而被告到了警局 他决定一定要把自己花钱的东西得到手 看着谢夫打算公事公办的样子 杜哥立马说道 你是我带出来的 不久我就要退了 我已经给上面打过报告 这个位置是你的 谢夫的表情凝固了 在利益和道德交锋的那一刻 他的天平偏向了利益 你们照顾那小子吧 打住 你是你 很生态的人 你也是不是 积极 寻開 早安 早安 喂 阿三问你呢 说啊 喂 说话啊 哑巴啦 喂 耍花样啊 你要想那么久啊 住手 小心 看上那边 张颖 张颖 快指上 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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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洁眼睁睁地看着张颖 被一群魔鬼被迫离他 他已经觉察不到身体的疼痛 心里的煎熬却比死亡还难受 那一群魔鬼回到办公室 依旧谈笑风生 邪父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并告诉大家 孤儿院走失了一名学生 而这个学生 就是张颖 什么 为了掩盖此事 邪父指挥大家分头行事 先将张颖身体冲洗干净 换上衣服 毁掉证据 再污蔑陈杰 偷盗兼袭警 我们怀疑这名男子 跟一宗盗窃案有关 所以逮捕了他 在证人房里的时候 他曾经反抗 并且企图抢警枪 并且企图抢警枪 当时疑犯曾经一度失控 并抢夺我的配枪 混乱中开了一枪 如果你多嘴 那小子就别想出来 受到威胁的张颖 无能为力 只能选择尽手的枪 中国籍二十三岁男子陈杰 袭警罪名成立 依法判处六个月有期徒刑 在监狱的几个月 陈杰每日保长精神与肉体的琢磨 她磨掉了指纹 将双手弄得满是鲜血 但是 这点疼痛对于她来讲 远不及心底的痛楚 她担心的只有张颖 美好的爱情才有了萌芽 却被人活生生地掐死 弱小的力量 无力反抗 她只能忍气吞声 而沉洁呢 其实在她的内心当中 复仇的种子已经 慢慢地萌芽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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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余后 陈杰和张友 过了一段 简单去快乐的生活 但是那些梦魇萦绕了 慢慢地 她开始了她的复仇之旅 于是才有了 剖腹惨案的悲剧 而那名自己剖腹 娶子的孕妇 就是张友 她为了救出陈杰 不惜伤害自己 扰乱警察的调查 出事了 半年前的事 还记得吗 那下子出来了 报仇 来真的 写夫的猜测没错 陈杰确实是来复仇的 陈杰乔庄赶到医院 看着奄奄一息的张友 心扶不如 这些人 还不离除了 他们就会被了 伤害了 这些人 我们写了 这些人 都会被人 那些人 还不过 贤 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杰弗不知道陈杰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他立马打电话通知了自己的搭档 无论如何都要截住陈杰的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救命 这注定是一场殊死国斗 当年的恶魔逐一倒在了血泊当中而沉洁呢 杜戈似乎在用枪声叫嚣着陈姐的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网灰灰 杜戈因为利用职权隐瞒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被逮捕 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如果陈姐选择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正义 那么换回来的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 只可惜生命没影如我 这里是由风行王自制的剧情秀《黑匣子》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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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